Layu 聊四季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來看馬薩爾人對上伯根地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文明是馬薩爾人 馬薩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鍛造技術 這個近戰攻擊力都是免費升級的 光劍時代11攻 城堡時代12攻 帝王時代直接給3攻 但是馬薩爾人本身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弱馬或是裝甲步兵槍兵 進行潛壓 潛艇一定要開戰 不開戰的話只會被開農的文明滾出雪球來 那馬薩爾人他後期的反驅攻也是非常強大 可以讓自己的馬攻獲得射程加成 還有傷害的加成 多加一點的傷害 所以馬薩爾人後期可以打馬攻跟遊俠路線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都是非常吃黃金 那他也是一樣要去打出更多的軍事 打出經濟交換來 才可以更多的延長自己的優勢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伯公帝人 伯公帝人的話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經濟科技的文明 而且還可以有這個折扣的優惠 那他的遊俠呢這個升級也是半價的 馬修科技裡面都是半價單 都是半價升級的關係 所以伯公帝人呢他可以會比較好升到遊俠 但他有個缺點沒有品種 那重裝騎士呢也可以在城堡時代升級 但是這一點算是有點看情況去出的 也並不是每一場的伯公帝人會轉出重裝騎士 那伯公帝人後期呢最強大的東西是他的火槍單位 因為火槍單位是有25%的傷害加成 火槍火炮 那他的寶兵呢馬上清裝兵 更是在單挑來說非常強大的一個單位 一直打這個遊擊戰 會把對方打到心態炸裂的 所以重裝騎士不一定會升級也是這個原因 有可能會打這個馬上清裝兵 而不會打重裝騎士 OK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推演 那我們先看到伯公帝人這邊是已經蓋下了一個防止 然後後面是雙伐木 雙伐木策略的話通常不會打一個棒棒前壓 因為你棒棒前壓前幾會需要更多木頭跟肉去產出自己的軍營 跟這個棒棒出來 那馬上這邊呢是一個雙伐木 跟Ryper是一樣的打法 那他的對手是Dark 那Dark呢也是世紀帝國裡面非常頂尖的玩家 跟MBL差不多是一個等級 但我是覺得MBL可能是比Dark還要強 痴心 痴心 實際上是怎樣不知道 但我個人感覺是這樣子 好那 那個伯公帝人這邊是跟馬薩爾同時按下的支部 兩邊都是打一個18人口 升上這個 封建世代 應該算18村 算18人口 加刺猴的話是19人口 好那這邊是補了一個一級伐木 馬薩爾這邊還沒有點伐木 而是先點了一個伐木場 先補了一個軍營 然後如果他這邊補一個伐木場的話 待會就很難出馬就了 因為馬薩爾的話一定要準時 一升封建世代就要敲馬就了 或者是兩個人去敲這個馬就也可以 好那伯公帝人這邊有可能會採取一個 先升二級伐木 二級農田看情況點 但對方這麼強硬的情況下 均勻要趕快下 不然待會肉馬來他會完全擋住 這也是馬薩爾在打這個細節上 需要去做的一個調整 好我把這個顏色換一下好了 大家應該不習慣 馬薩爾用綠色 然後對手用黃色 我們調一下顏色 調個紅色好了 OK 那就是黃紅 黃藍好了 紅色跟黃色有點接近 紅色系的 好那這樣大家就不會把這個顏色搞錯了 其實我剛剛也是有一點 想說黃色怎麼有點打輸的感覺 原來打輸的是對手的肉馬 好那馬薩爾這邊是現在有 目前加一點的傷害 現在刺猴傷害是六點 賣盆這邊正常的按出槍兵 開始防守 果子先防 再防牧區 看來要再按一隻喔 防這個地方 每個資源點喔 都防一隻槍兵稍微夾一下 好那馬薩爾這邊要按槍兵嗎 沒按槍兵喔 沒有按槍兵的話 就不能給對手更大的壓制 不然就是要直接鬼轉射箭場 喔已經轉射箭場了 難怪不按槍兵喔 OK那這邊轉射箭場 先按工兵或是毛兵都可以 這邊要趕快挖黃金喔 這邊是決定要走工兵路線 那工兵路線的好處喔 就是不需要耗費食物喔 可以讓自己的經濟呢 更快升到城堡斯袋 所以毛兵按越多喔 生成就越慢 Rype這邊是撒到了 大概有 11片田 11片田肉量還不夠 待會可能要再撒個3片田左右 整城堡斯袋會比較快一點 OK這邊是重點喔 Rype會怎麼解這一邊的騷擾呢 那目前馬扎爾呢 還沒有點下一集射的關係喔 毛兵的射程有點偏短 而且Rype這邊兵量非常的稀少 兵量真的不多 都是槍兵跟毛兵而已 這一槍兵雖然來到了7隻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廠 馬扎爾這邊能順利打出一個破口來嗎 好這邊是賽仙屋防禦果池區 好 蛋黃兵工兵過來囉 射程明 來吧這邊有點尷尬 但拉了一隻毛兵過來 槍兵去往下手 並沒有把所有的兵往後往上拉 細節防守打得很好 右邊的金礦順利開了起來 右邊還沒被控制 好農田營養是11片田 好這裡稍微走A一下 好田掃完了 再趕快再補3片 又要補到4片田了 開始3片田就夠了 至少要4片田 好那真的是14片田就停了 這麼剛好 好那VIPER這邊是繼續用毛兵去反擊了工兵 好這些沒有出太多的毛兵喔 VIPER打得非常的 安詳 安詳穩定 唉唷這一隻肉馬 差點被村民給爆打回去 這拉補一隻槍兵到金礦這裡了 但主要部隊還在左邊這個區域 好暫時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毛兵可能要按到底了 對方的工兵單位開始多熱起來了 好有一隻槍兵在這裡防守 射掉了一隻工兵 左邊肉馬上去嗎 上去就會被槍兵給上來 但是工兵第一時間被點掉 好 VIPER這邊更生一籌 而且還點下了二級挖金 好最後填補到了17片田了 沒有想像中的還多 那17片田的話通常就是要來打 騎士了 而不是馬上清裝兵喔 因為通常17片田肉會爆掉 好這裡槍兵終於上前開戳戳掉了一些肉馬 最後毛兵也把剩下的工兵都解掉了 肉馬只剩下三隻 應該暫時問題不大 稍微拉個毛兵跟槍兵過來就好 結果家裡開始有點出現了問題喔 對方是直接一個強軍式封箭 OK那強軍式封箭確實把VIPER 打到有點 需要收村喔 喔這個把肉馬直接給掛了起來 我的天 但是村民直接被射掉了一隻 哇靠VIPER這邊手術太扯了 怎麼把肉馬關起來的阿 我是對手的話星探應該炸裂了 還是要這裡補一個箭塔呢 但補箭塔的話 待會上城堡時代就不能3TC開弄 這也是個問題 而且現在有點斷金喔 待會上城堡時代 雙馬就也不能爆出大量的馬 現在甚至連馬就都還沒有蓋阿 趕快補馬就 趕快補馬就 我們補馬就 想起來 你這個經濟配置 不趕快去挖金礦也會很尷尬 但這邊秀的真是漂亮 秀的漂亮 好 趕快補馬就 待馬就先 待馬就出騎士 稍微壓制對手 下面的這個毛兵還在騷擾當中 要不就先按一隻肉馬 打下毛兵呢 好 好 供兵開始被反擊回去了 好 身上城堡時代 騎士趕快按 好 裡面的馬 搞定了 這裡補了一個TC 好 剛好還有275目 好 這邊肉馬跟供兵還在想要打擊Riper 好 博文帝人這邊是打的比較穩定了 但村民樹是稍微有點落後了 落後一點點 那主要是因為 現在馬炸在升城堡時代 所以村民樹會看起來差距很多 但他升完兩邊村民樹應該是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一兩村而已 那白批這邊剛剛有被擊殺村民的關係 被殺兩村 所以村民樹現在還算正常 兩邊的TC弦置也是差不多的時間 大概差了快一村了 好 那現在雙TC開農 博文帝人打出了馬上 不是馬上西裝兵 是重裝騎士 那待會要先蓋TC還是要先蓋馬舊呢 這有點看戰況 這邊騎士先過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馬大這邊的打法是什麼 看起來是雙騎士 雙馬舊要爆騎士了 然後這邊先爆馬 然後待會先升青騎兵 還有這個跑速 或是先升一下幾隻騎士 或是直接先出雙騎士 出來壓制都可以 因為這邊青騎兵數量其實蠻多的 先升一下青騎兵的升級也不會太差 那馬炸這邊趕快要點一下二級馬鎧 先升二級馬鎧 然後鬼轉青騎兵升級如恆 這邊青騎兵可能不升 看到修道院了 有修道院應該就會升級了 好 果然馬上升級了青騎兵跟耕種技術 3TC補了下去 這裡抓掉一隻殘血的村民 沒有問題 哇 拿到了四村 VIPER上面又被死透了一村 現在VIPER這邊村民術偏少 但3TC順利開了出來 這裡第一隻要出來 最少青騎兵跟跑速都已經升級好了 這一隻重裝騎士 直接大戰四隻青騎兵 哎呀 一個扛四個 但對方青騎兵沒有要跟他打的意思 別撤了 好 這邊3TC開農 這邊農田要趕快灑囉 不然會斷村斷騎士 那VIPER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現在石頭裡面有辦法安心來挖掘 所以待會要去補TC 或者是要蓋城堡的話是有點不困難 TC的部分是可以用這個黃金買就是了 但待會石頭海燒稍微控一下 好 瑪莎這邊是49村對上58村 VIPER這邊打得非常的防守反擊 很標準的 VIPER的打法 好 左邊果然又被溜了進來 一些騎士 這邊雙線進攻 瑪莎打得很兇啊 但是重裝騎士登場之後 就會開始被反之回去囉 好 因為重裝騎士的傷害是12加2 可以到2攻的 那騎士只有12點傷害而已 好 用生女加騎士逼退對手這裡 拿生物放下來 應該可以招想到喔 可以 招想到了一隻 生物就去撿回去 好 後面騎士抽掉了殘血的重裝騎士 好 這是殘血的 殘血的騎士而已 好 上方的重裝騎士也是撞到了 敵方的騎士的懷裡 好 把殘血的清騎兵都放到城鎮中心這裡 待會要補一個修道院 好 去下一下修道院 補下生女補血 這邊反之一下VIPER這邊是重裝騎士 好 右邊四隻騎士開始過來 掃一下 可以拉 哎呀 可以啊 好 VIPER這邊趕快拉了六隻村民 圍襲 開始挖石頭 然後圍襲石牆 好 房子 石頭現在空下來了就沒問題 那現在雙馬就已出來 騎士要開始量產起來了 哇 結果清騎兵瞬間擊殺掉了這隻生女 好 還有這些箭矢有回擊獸 那個洛馬還是有點傷害 好 重裝騎士開始直接碾壓回去 事實上來到了九隻 這隻的重裝騎士 好 這裡可以把殘血的騎士 拉到這個修道院附近 去讓生女補下血 那瑪扎這邊騎士還沒有放棄 當然他的修道院補足有點慢 現在才補下第一隻生女 快要三十分鐘的時候 好 VIPER這邊見狀有空間喘息 在左邊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好 石頭繼續挖 好 五個人挖石頭 相當標準的一個佈傷經濟的挖法 好 對方瑪扎使用這個高地優勢 繼續在這個高地壓制VIPER 讓VIPER沒有輕易的可以過來 讓VIPER直接往左邊走 右邊這個生物他看起來是想要空下 好 但這時候再補血 所以還沒有辦法馬上的過來去撿生物 好 這時候VIPER的雪球越滾越大囉 八十三村 然後二級龍二級木手推車 唉唷 瑪扎這邊也是有捕手推車喔 兩邊經濟都打得不錯 好 左邊這邊要稍微圍一下 組一個軍營跟房子 好 這邊一個一上敲掉的僧侶 好 這裡也點下了二級馬凱 好 第三個馬就 這邊其實在上前想要換一些村民 再不趕快換村民的話 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好 這時候馬扎有點急了 其實不需要這麼急啊 好 這邊過來 嗚有VIPER反而是反殺了馬扎這邊村民 哇 急殺掉了也是來到了十隻村民 這裡大量村民直接爆開 十村減十村 這邊孫女招搶到了一隻重裝騎士 好 右邊這邊應該是打贏的 看這邊兩隻重裝騎士還在抓村民 十一隻 OK 不到四個馬就 好 第五個城鎮中心 無情開農 就是這樣子 5TC開農 第六個TC的話 就要六青不認開農 5TC是無情開農 6TC是六青不認開農 這是我在直播上 怎麼做的事情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是要農 好 PIPER表示這裡 我農定了 好 好 那十隻騎士 繼續在這個高地壓制 起勢回去了 但是看起來是看到城堡 選擇先往北拉 而且現在又開TC的情況下 不能那麼的照進 TC越開越多的情況下 這個軍事也要補得越多 才會被避免一波帶走 好 既然自己有TC跟村民的數量優勢 那你就要出更多兵去防守自己的人民 好 這裡都有少量騎士去保護村民喔 其實還OK 好 正面這裡看一下 結果直接吃到城堡的傷害 PIPER有點小虧 走後拉一下 要不要回這個高地 現在數量上來說是 馬渣這裡是有優勢的 看這裡馬渣有點缺黃金 去補了一些輕騎兵 也有可能是為了要 單純防止對手 MIPER的生女 去產出來的 好 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上方高地堡 暫時 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要升到地勇斯大 MIPER在補下地勇斯大升級嗎 還差了一個東西 喔 沒有 這裡可以直接升上去 左邊騎士牙制的回去 看一下上方 好 大雪在這裡 這裡騎士再次抓到 VIPER蓋城堡 這根堡有點蓋得不太安寧 要變成道德堡了嗎 這邊騎士過來 兩隻可能要被招強掉 一隻 第二隻也要被招了 哇 兩隻重裝騎士被招 下面騎士也在開打 左邊騎士硬補了過來 重裝騎士能夠順利守住嗎 現在VIPER的重裝騎士 正面部分還不夠多 要趕快重新集結一下 十九隻重裝騎士 往前貼 瑪扎爾這邊也是努力的 把兵王這邊送 現在肉類有點 有點太多了 要不要買賣一下 瑪扎爾 趕快點一下帝王斯坦 好 聖旅中解掉 VIPER這邊存命樹一直被按下去 這個生物 待會再早期會撿回來 現在是三聖物了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瑪扎爾這邊把洛瑪溜了過來 而又稍微微一下 但是直接打破木門 順利擊殺掉了生女 這裡不如這個城堡終於補好了 補完之後就可以來挖黃金 後面這個實況 待會也要少個機會來控一下 往右控地圖 會比較重要一些 那VIPER應該會拉一些騎士 去看一下有沒有拖挖金礦 好 兩隻騎士 抓到了一隻騎兵 正面抓到少量的騎兵隊 直接正面擊破 兩邊騎士隊都在互打 看起來VIPER稍微有點落後嗎 既然這裡有幾隻重裝騎士是剛被招翔過去的 應該是有機會打輸的 打得很極限啊 兩邊打得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這時候VIPER一聲鬧地用時代 馬上補下了遊俠的升級 速成遊俠 又是這麽的快速喔 半架遊俠 就是這麽簡單 拉了騎士 重裝騎士 往後稍微探圖一下 看你有沒有拖出來挖木頭 欸呀好像看到了 VIPER應該很開心 欸呀左邊這麽多村民 但並沒有要把所有的騎士都往這邊拉 這邊其實可以直接進去喔 但DARP這邊也是抓到了VIPER的一些村民 但VIPER這邊的反應速度很快 馬上收村 然後拉騎士趕快過來支援 OK現在到處都有重裝騎士在砍喔 這裡村民也被屠殺非常多 現在馬扎人只剩下114村 對上VIPER的150村戰術 146 這個村民速度差不多是150村 好 待會就可以把這個經濟全部點完 然後穩定經濟之後 再去把村民稍微刪除 就可以把這個科技最快速最佳化 然後再把這個大量遊俠 迅速量產出來 好 好 那現在伯根地人 這邊是來到了154村 唉唷村民越來越多 不成是想革命一波 副兵鎧甲已經升級好 三級弓也點好了 難道 這是 但是三級馬鎧還沒有 難道這個是一波流嗎 好三個城堡 現在是兩個城堡在中間 所以這個城堡暫時有一隻村民在扁 你怎麼過去的 這隻村民怎麼過去扁城堡 好 現在遊俠在左邊給馬大這邊極大壓力 那馬大已經升級好了級兵 好 現在這個級兵沒有三級步兵鎧甲 當然還行啦 只要有這個級兵三級沒有三級鎧甲 應該也無所謂 好 一戳戳掉了一起遊俠的數量 開始槍兵有點弱勢了 但均勻數量不是很多 這樣只有四個而已 所以量產槍兵速度並不是這麼的效率 好 VIP出手補下了三級馬卡 馬大升到帝龍時代 並沒有馬上補下 唉唷 這邊直接革命 拆掉了下方城堡 大可看到下方大量的步兵走了過來 冥冰一波流 哇 四季第五真的是一款真正的節奏遊戲 VIPER這場節奏打得非常好啊 遊俠升級速度很快 而且步兵跟騎兵鎧甲 而且巨型投資機五台都準備好了 攻城跟一波前壓全部都打好 這裡馬炸的帝龍時代想要轉反驅弓馬弓 但是來不及轉出來 就被VIPER的節奏直接一波帶走啊 哇這個打法真的是VIPER專屬的嘛 如果大家喜歡玩這個防守反擊的話 我覺得VIPER這場打得非常好 5TC直接開弄 無情開弄 然後補下城堡守住前線 然後先量產幾台工程器 最後補下了民兵的這個革命流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這邊可以看到VIPER是拿到了資源 快要1萬億的資源勝利 這邊經濟直接掉到谷底啊 這個是 大暴跌 疫情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的畫面 太恐怖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